师傅你是长沙人吗 长沙白天的时候可以干嘛 白天的时候啊 嗯 白天的时候就是这里逛级约 十字路口有点像接地区的纽约 这个是中国 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 长沙 广州 上海 Do you want the phone I have no clue what it is What is that 长沙你不吃 吃两个东西 感觉你没有来过长沙 说不清楚 你就把马子跟牛条放在一起 好奇怪 哎呀 超级我不觉得超 我湖南的拉 我晕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雨香 今天是我第一次在长沙 也不是特别对 我18年就已经来过了 我那时候好像跟海涛拍了广告 不管怎么样 我很开心到了长沙 然后想体验一下 基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有什么吃的 有什么习俗 有什么习惯 有什么好看的地方 OK 我们一起来出发 Let's go You press the button for the desired floor 很多长沙当地人就跟我说 你早上来长沙 你肯定要缩粉 在哪里缩粉 我都不知道 那么就直接在酒店问一下 什么一下 就是早上 你是当地人吗 长沙当地人吗 不是 那就尴尬了 那就尴尬了 咱们不是在这吗 您出门一直往右走 对 然后在这个金元元鲁味店边上有一个无名粉店 好 那个也比较有名 我们今天就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长沙的早餐 一个是马船 它是糯米做的 我觉得好可爱 怎么还不是一个美食博主 我真的太搞笑了 你看里面打开了之后 空空的 但是很脆很香 就上面撒了一些芝麻 然后甜甜的 我感觉如果你这里面打一个蒸 然后把一些巧克力塞进去的话 这个马船巨好吃 和一些老干妈吃塞进去的话 这两个加起来才4块钱 但我最好奇的是这个长沙的特色 宠友爸爸 感觉这是一个圆圆的油条 然后加了一点洋葱 我们继续我们去做粉吧 我过去的时候 长沙就已经连续44天下雨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长沙还是特别特别美 我们到了 刚才两个人说了无名粉店 特别好吃 我们试一下 你好 你们一般都吃什么米粉呢 我们一般看点起来吃 口味中一点 中的米粉 我们一般看点起来吃 重一点 重一点 我试一下那个牛肉粉 谢谢 嗯 看起来很好吃 我感觉好多牛肉在里面 23块 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 这个牛肉是真的很新鲜 我的天哪 我们要入乡随俗 所以就叫做粉 说不清楚 但我还是很好奇 你们知道什么是麻子吗 I don't know 我们去问他一下 什么是麻子 牛肉上面就是麻 就是这个是麻子 就是该的牛肉 那我懂 我们喝一下这个汤 感觉湖南人真的能吃辣 它不是麻辣 它就是辣 从一个德国人来说 我真的不懂 为什么早上要吃那么重口味的 吃一个土司加点黄油 不香吗 文化完全不一样 我在中国已经这么多年了 就是感觉在整个欧洲我们只有一面 没了 那这边重庆的小面啊 武汉的热干面啊 厦门的沙场面啊 苏州应该也有面吧 桂林的米粉啊 螺丝粉啊 大家都爱吃 唐沙就是有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一个建筑 然后这里一定要去 叫橘子州 所以我现在就是坐了地铁两站 我现在到这里哦 橘子州的这边 然后如果看吊像的话 要坐到这个橘子州头 当天本来想通过无人机 给你们看前面的吊像 结果因为雾很大 看不到 所以给你们看照片吧 哈哈哈 师傅你是厂杀人吗 厂杀白天的时候可以干嘛 白天的时候啊 嗯 白天的时候就是这里逛街 地方逛逛街的 喝喝喝喝喝啥了 我们到了IFS 我还好喜欢它那个风格 你有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IFS商场 在你左边 在右边有一个比较古老风格的一个小区 这个是中国 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 长沙广州上海 我超喜欢 我想喝个茶饮乐色 聊了这么多 茶饮乐色 茶饮乐色 喂 茶饮乐色 我们找到了 正在长沙 不管你去哪个地方 感觉都是有茶饮乐色 每一个小店都会排队 怎么可能 她看得很漂亮 她看得很漂亮 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 但是她说拿铁 拿铁不是咖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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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是叫拿铁而已 哦 好尴尬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的 因为你们母语是中文 但一旦一个人拿一个话筒的话 我很难听的句子 她到底在说啥 我的小票对不起 没关系 习惯了 习惯了 我下面是什么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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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飞机上都已经想到了 长沙 长沿岳 然后来到这里 就如果你不喝 感觉不好意思 我们去下一个地方 威忍 唐ian 做出来了 马上看了这个油条 觉得我要尝试一下油条 马子 爆马子 好厉害的样子 我真的说实话 15块有点偏贵 好莫名其妙 你都把这个油条 放在一起 好奇怪 但它的口感很好 这个很适合作为一个下午茶 如果你有一个乌龙茶 一个普尔茶或什么的 然后你加这个就还不错 它是长沙的Tosma 这个你们知道吗 好厉害 很有创新你不觉得吗 十四路口有点像接地区的纽约 就是很帅 到了那个黄兴路 就在市中心 哇 这个这边太夸张了 你们看多少个人都是想在长沙吃东西 我拍了一个顺的 我感觉顺的是比较沉稳一点 就是没那么热闹 但是也有人都没事 And we made it to the 约路山 果然它有一个景区 这边人还挺多的 就是不想走上去 这边应该挺漂亮的 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个是它的门口 那边要买票 从这边要上去 现在刚好下雨 然后就是雾在那个山顶上 我觉得还挺美的 一张票上山下山 算是可钱 还可以 我觉得如果天气好的话 你就是走上去 就是运动一下也还不错 我们到了那个山顶 这边是月鲁山最美丽的风景 那个月鲁山的风景肯定特别美 但是我再说那一天雾很大 所以我拍的时候还是白白的 sorry 看个寂寞真的是 看个寂寞真的是 但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坚决 哦 一整天都下雨完 然后我还拍那么多 不管天气都不好 就是要拍 太平老街 你们喜欢吗 就是感觉很舒服 全都是吃的 非常古老的一个风格 那我们就找一下那个臭豆腐 那这边就是有 在长沙一定要吃一下那个黑色金片 然后人家都一定在排队 那我们的晚餐就是 长沙臭豆腐 糖油粑粑 长沙你不吃这两个东西 感觉你没有来过长沙 Let's go 我们这边来一个长沙臭豆腐 一个老长沙手工厂 和一个糖油粑粑 先尝试一下这个冬瓜山小香肠 它是油渣的 对 特别特别香 好像东北那边也有这种香肠 就那种也是有一点烧辣的感觉 我想给你们看这个 昨天凌晨来到长沙的时候 落地的时候 就吃了一个糖油粑粑 你们会在视频里面看得到 里面有很多汁 它没有 所以好像糖油粑粑分两种 一个里面有汁 然后它是软软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种 吃的就跟我们早上吃的那个一样 那个糯米酒 然后现在就是轮到长沙三宝里面最重要的 我不知道你们不知道 但我爱香菜 哇 臭豆腐里面就挖个坑 然后把那个辣的东西塞进去 臭豆腐我不觉得臭 但我觉得巨辣 哇 湖南的辣 我晕了 这真的辣 就这么简单 来长沙 有好几个地方 一定要尝试一下 一个是这个 然后湖南的辣我接受不了 连广东的辣我都接受不了 OK that's for今天的视频 你们觉得这个我拍的怎么样 我希望您特别喜欢 喜欢的话 您记得给我点赞 评论转发 说不定也收藏 我们下一个再见 我溜了 拜拜 拜拜